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由谭松韵现唱的龟禄情感主题曲 张远现唱的与谭松韵重名的龟禄青春曲青春无恙相继上线,让人听了还想听! 在这美好的春光里,跟着景百人,谭松韵一起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由景百人搭档谭松韵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归录持续热播,备受追捧,真的是让人越看越上瘾! 一眼深陷,爱在归录!亲吻热浪,拥抱星光,不期而遇! 你一定偷偷收藏了好多的风霜,等待遇到一个人可以懂得品尝! 在一个有酒有风的晚上,谭松韵的歌声好听,演技也是非常棒! 身上的伤痛,内心的苦楚,无论何种情况,龟小的爱之为一人! 谁不想帮龟小擦擦眼泪? 你一定默默使过了命运的海洋,亲吻骄傲的热浪,拥抱落泪的星光,在一个淡而无味的晚上! 歌好听,句好看! 陈小夫妇谁磕谁上头有目有! 十年之约,岁月如歌! 咱就是说,谁能够拒绝的了像陆岩辰这样真诚又专一的人呢,可不就是在求一种狠心的婚吗? 一次表白一次追妻,却是物是人非! 陆岩辰下的厨房,打得到车廊,然而在情话上却不是那么会说。 陆岩辰表白的时候,反问龟小喜欢我吗?追妻的时候,反问还爱我吗? 陆岩辰啊陆岩辰,你就不能多说几句吗? 总有一杯酒,为引人先醉。 不妨喝点酒,壮壮胆,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大胆表白,巧舌如簧,谈笑风生,妙语莲珠。 要不是龟小好爱你,真怕你老婆被你气跑了。 上心注意到龟岩辰持续热播,人气热度很高,备受热议,看点颇多。 龟岩辰改编自莫宝菲宝的同名小说。 莫宝菲宝的龟岩辱粉众多,故事标签是都市情缘,破镜重圆, 其中有热恋、吻戏、排报等名场面戏份。 龟岩达主要讲述了投资总监龟小十年后重逢,排报特警陆严陈, 两人破镜重圆,找回忠诚和信仰的龟徒之路的故事。 景百然搭档谈松韻领衔主演的龟岩辱持续热播,备受追捧。 而景百然还有新剧《一曲三声代播》与刘亦菲、魏大勋、刘敏涛、金浩、张寒韵等众多明星合作, 也是备受关注。 《一曲三声改编自可》、小沙合作小林联合创作漫画南烟斋笔录, 讲述了都市白领唐曼在事业与爱情皆遭遇重创后,回到老家休假疗伤期间发现。 在《一曲三声》剧中,刘亦菲饰演陆曼生、叶摩罗, 景百然饰演天纵奇才叶参、张寒韵饰演戴婉青。 刘亦菲饰演的陆曼生,天赋异禀,精通至相知道,并以此道济世度人。 但他却因对自己身世的未知一直存有迷茫和疑虑,直至与叶参相遇。 陆曼生与叶参几经勾连错乱的情缘纠葛,仍旧患难与共, 最终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张寒韵饰演的戴婉青,是命笔纸薄的小袋子,化剪成蝶。 可英姿飒爽,可寒情默默。 多好啊! 景百然搭档谭松韵领衔主演的《归录》持续热播, 而景百然还有新剧《异曲三声》《燃波在即》与刘亦菲、魏大勋、刘敏涛、金浩、张寒韵等众多明星合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